哈囉大家好,我是國際梅,這麼新的OK,今天的影片呢? 我現在在我家 我今天是想要跟大家表示 一個人也可以叫做家 因為好像很多人都覺得一個家的行程就是很多人類 然後感情很好就可以叫做家 可是對我來講 一個人也可以叫做家 我希望以後人家要來我家的時候會說 欸,我們去鍾明軒家 而不是我們去鍾明軒的家 我不要有那個的 然後現在的時間呢是示範時間 如果你現在是一個人 然後你剛好覺得 喔,好孤單好隆利喔 來,我教你一個方法 去煮飯 如果你一煮飯 然後你吃你剛剛煮的飯 你就會覺得真的是一個家的感覺 來啊 哈囉,大廚房了 有follow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歡吃火鍋 OK,直接開始 咖啡子 然後我放置一下 起來 不復配 我可以吃火鍋 也好 吃火鍋 公我 吃火鍋 很燒 我們來吃火鍋 好了煮完飯了 天啊 跟我在旧家比起來煮的可看性很多耶 給你們進看一下 喔 欸 東歐六八喔 建議鍋我取名為健康味噌鍋 不要看他長相很噁心 先吃一口看看 喔 我怎麼會煮飯啊 一個人吃飯的好處就是 不用顧形象 就算煮出來的長相看起來沒有很好 但是誰在乎 好吃就好啦 圍爐圍爐 旁邊沒有人也可以圍爐 怎樣才有家的感覺 嗚嗚 哎呦 看我吃飯了 通常我吃飯的時候會看一下手機 看最近有沒有人在罵我 有喔 有人說我講話很直接聽得很不舒服 嘴巴閉起來啦 不要吵 不喜歡就不要看啊 幹嘛啊 有人要在乎你嗎 射手座就是一定要吃 我只想要表示 一個人在家 也可以叫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有本次送我的畫啦 你們看 我去沖繩玩的照片要把我畫下來 哎呦 So beautiful 我就把它放在我這邊 嗯 欸 還找了一位 Monica Monica 忘記他了啦 有沒有有沒有 就是有一個家的感覺啊 哎呦 我怎麼會強調這個啦 那你問我會不會孤單 廢話 世人就會孤單 我說過 孤單是 只要是做人就會感覺得到的東西啊 而且你看我長得這麼漂亮 啊 謝謝大家看了今天的影片啦 欸 時間差不多了 我等一下還有約 跟我自己有約 OK 繼續跟大家分享 一個人在家一個很幸福 我差不多要出門囉 捨不得嗎 OK 明天收看小明星大跟班